各位未来粉们记得追踪IG以及粉丝专页搜寻未来男友力 哈喽大家好,我是迪恩,Kim,大师兄 好,今天我们跟大师兄来到上一次Kim发生小插曲的这个地点 那可能各位观众会很好奇说,怎么这个地方会来二访这样子 主要是因为当时在现场因为小插曲已经发生了 所以其实当天紧急的状况处理完之后我们就是赶紧就离开了 就是拍摄完马上就离开 那当天很多小细节甚至是这个建筑也都没有拍摄完全让大家看 因为其实当天师兄在现场他就有察觉到灵体是很多的 那这些灵体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有些是很可怜的在这个地方,有些是有恶意的 那今天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从这个山路开始带大家上去 因为其实之前来我们都是直接就带大家进去到这个里面 那今天我们特别从山路就开始做拍摄 也可以让大家看一下说 要来到这个地点其实是要走一小段的山路 你刚刚说我当天就有察觉是不是 我现在还是察觉,走山路是好啦 因为旁边好多喔,而且也有谋行闹 两边山道上其实都只是都没有恶意 看到我们来,然后好奇 看到我们身上气息比较不一样就看一下就这样而已 所以相对是比较,感觉是比较舒服的 嗯 对,不过里面等下我们里面要进去二房才知道 对,那待会我们就带大家走一下这个山路 顺便让你们看一下说 要进来是要走怎样的一个山区这样子 也比较有那个感觉啊 你们跟我们是一起在进去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要进去 结果师兄突然间说 他要涂东西 师兄那怎么红红的啊 我那个 我第一次跟你们出去还记得那个九女林的那个 嗯,对 让他们来帮我擀直就好 好 走啊 哦 开始有声音了 果然要带大家走这条山路 你现在顺便自己也可以开始学着分辨说 哪些是风声,哪些是 可能小动物,哪些是 灵体造成的 顺着直觉了 因为上一次来的时候我们是直接车子开进去 对啊 这一次是 等于从这个山路开始走 感觉比较不一样 有时候我会觉得 他们在这种地方其实没什么不好 因为大自然 少的喧嚣 啊当然如果万一他那个地方风水格局差的话 那就不一样 上次师兄你有提到说 就是类似哨所的地方 还在 还在吗 还在 因为我还记得 上次 我们要进去的时候 就是 跟王狗在门口的时候 师兄在这边有看到了 一个 阿伯的灵体在这边 阿师兄也有请他搓烟 这样子 他还在啦 一样 他都认得我们啦 然后上次我们来跟现在来 其实他里面没多大冰河 上次我不是处理掉一个吗 处理掉一个 然后又有其他东西进来 一样 诶 上次这边就没看到了 诶 师兄 诶 发现一个地方 左边 这里有一间 厕所 有两个 诶 奇怪 我们之前来 都没有仔细看过这边有一栋 我也没注意到 对啊 站在这里啊 整个人是感觉 很毛 然后你就觉得这里整个散发出来就是阴风生震 跟进去养老院的建筑是完全不一样的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这一栋当时到底是在做什么的 从外观也看不出来 因为它就是一个铁皮锁架设的 这间里面好复杂哦 那里面到底是干嘛的 情绪很复杂 它不是说 等一下哦 它大概分三种 一种就是 那种时候可是它的 这个灵魂是留在当时他们生前欢乐的画面的那一种 对 那里面说它是留恋在里面的 它始终曾经在生前在这边快乐的 带给它快乐情绪的 那种是没有恶意的 基本上它也不会超级到我们 第二种就是无主孤魂 就一样一般孤魂也鬼 可是它们相对是弱小的 然后第三种就是稍微有点修为 它的意识比较强的 然后现在发现我们对我们有点恶意的 哎 数量不少了 看怎么办吧 看事办事 师兄整个寒毛都竖起来 对啊 就是 都会骑鸡皮疙瘩的 如果你到一个地方 那频率比较杂 或者说你们感知比较敏热的时候 这是身体的自然反应 很正常 很明显的声音 嗯 继续小心一点 好多 都在徘徊 都在徘徊 我开个路好了 我在晕呢 我开个路 你们会比较舒服一点 我开个路 你们会比较舒服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 这边的风水可举战啊 难怪里面那么容易聚音 旁边这边是走道 这边是四通八达 对不对 然后这边是窗户嘛 可是你看 那这些窗户出去直接建筑物挡着 那外面树木长得这么茂密 基本上等于说那这个门 它这个窗户有点算是半风死了 所以你气流进来呢 基本上是止进不出 诶 我看到一个东西 是照片吗 诶 是耶 有些人不在的有些人哪在 诶 有日历 2006年 这样是废弃十四年 你废弃不用久 你一年两年其实就很久了 沐浴室 还可以洗澡 还可以洗澡 天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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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洗澡 側风 我先让你们稍微看一下 这边是R2 里面一些设施都已经拆掉了 就剩空房 不过它这里这样子往前看 其实真的是 只用毛骨耸来洗澡 老肥长看到我画面 还看得到那个老肥被在洗澡的画面 基本上会有这种状况 就可能 诶 人死了怎么还需要洗澡 那表示声明 他生前应该是很痛苦 反而就在洗澡的时候 他能够获得快乐 所以在洗澡的时候 相对那个活动对他来说是舒服的 没有去投胎的话 可能他就会沉浸在当时 让他快乐的那个情境里面 但是在洗澡的时候 没有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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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些靈體他們是因為生病往生的 其實他們過世之後 他們還是會活在那個很痛苦的時候 所以你看很多 很多經驟不是都有消災解惡什麼的嗎 他不是說只針對活人啦 又針對死人啦 誒 這一間 師兄 這一間有門 等一下喔 拍謝丟掉了喔 拍謝丟掉了 這裡有床位 床位 這應該是管理員室的 因為那邊他剛剛有紙性的姓名跟那個標號 應該是床位 這邊應該是床位 症狀 這是病床 那我知道了 師兄 這邊不是娛樂中心 他裡面這裡也是機構 等於這裡面都是病床跟病人在住的地方 我知道了 這邊是擴增的 可能裡面防術不夠 這邊另外整件 對 這邊躺一個 這邊躺一個 山形太痛苦了 喔 死後他繼續 沒辦法脫離他那個痛苦的那個當中 就是他意識永遠輪迴在那個痛苦的環境裡面 嗯 其實這就形成什麼你知道嗎 有點像六道在講的惡鬼道 其實他們是類似的東西 而且他這裡還有一些藥物 所以當時住在這邊的 其實他們都是 但是生病滿嚴重的 看這邊 有一些藥物 外面這裡 這裡我先幫他擠拖拖 你們要記得所謂超渡並不是說 讓這個靈魂投胎 或是說去 直接去成佛 而是讓他從當下他痛苦的那個情緒當中解脫出來 我們在念經的時候不是前面一定都會 念個佛號或是請神嘛對不對 該去哪就是 請他這樣帶走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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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